我們在生活的程序跟比較不同 就是說 我們在私人的生活中 保持空間 有錢人的世界摸不著 但是看得到炫富就要大方炫 韓國實際節目 把有錢人的生活大公開 這房子是1萬萬元 我還有1萬萬元 一中度而賣 公共學 找來韓國基字塔前端 百分之一的富豪 包括新加坡的億萬富豪楊大衛 巴基斯坦的貴族金安娜 超過五千萬人數追蹤的 中東網紅等等 五位主角 財力雄厚 大家好 我是David Young David Young 第三個超級帥 David Young 我是新加坡的1%超級帥 一位富翁家裡 還放著點超級 實際節目找來曹氏浩 韓團ガ7成員BenBen 還有韓團Oh My Girl的Mimi 共同擔任主持人 微博就先轟動 而不只韓國 另一個炫富節目也將登場 跟著高級房地產經紀人 一窺倫敦的豪宅風貌 一棟五億英鎊 大約兩百億台幣的高級住宅 這個超級帥 有些人還住在這個房子 如果你有五百億台幣的價值 我會聽到他 平成縣 只想像 但這類型的炫富節目 就像是能夠窺探 並踏入有錢人的世界 帶領觀眾過過肝癮也不錯 TVBS新聞的黃冠偉連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